大家席地而坐 经文附上缅甸文发音 方便念诵 志工也先行讲解 全球将同步连线 演绎法华经 缅甸农民不缺席 考验他们的不只是语言 还有摄氏近40度的高温 西瓜粮品无限供应 五个村庄 两百人报名 全靠乌扇丁挨家挨户 做邀约 也有志工轮流做保姆 照顾四个月大的婴儿 尽管大家都是首次参与 一开始有点害羞 但在鼓励陪伴下是见怒佳境 彩排收与练习连续进行四天 有信心要一同圆满庄严法会 大海新闻真善美志工黄露发 陈永华 陈永胜 缅甸报道 谢谢周末 谢谢大家